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首相当中啊 有几个特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无名指的下方 紧贴着感情线 那么有一个三角形的纹路 紧贴着感情线 并且呢 没有对感情线 在这首相当中呢 这个是叫金房子 首有金房子之人呢 毕竟是一声钱财不缺 是富贵命格 这是第一个 如果说这个首相当中啊 像这种情况啊 这个事业线 以及水星线 就是说钱财纹吧 水星线 水星丘上的这个纹路 一直延伸 延伸到这个首掌砍弓的位置 很长 以及这个智慧线和感情线 相互牵套 形成这种多个的三角形 或者是四角形的纹路 那么这个是 这个相互牵套的财酷 说明一辈子不缺钱 要什么 有什么 幸福感满满 注定是一个非常好命的女人 这是财酷 非常不错 我们再看这个首相当中的 这是典型的段掌 智慧线跟感情线合二为一 事业运势 非常的好 但是呢 段掌是对于 特别是对于女人来讲 是不利于婚姻的 男人段掌千斤两 就是非常适合去创业 这个决断能力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勇气 都是非常的强的 恒心足足足 非常适合创业 女性来讲的话 在事业当中是女强人 但是呢 这个不利于婚姻 利于事业 对家人的刑客比较大 现在这个 如果是再加上结婚线 有这个三条 或者长短不一的话 那么婚姻 有可能有一些出轨的可能 好了 有关这个几种 首相那些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首相面前方们的困惑 可以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欢 culture 我们下期见 渐噘 我们下期见 福传统